记者杨金城台南报道 23岁梁静男子射行持有一把改造手枪 遇到台南学甲警分局警望蓝检 梁南心虚下车把腿就跑 可惜他遇上热爱马拉松的学甲派出所所长 王喜仁跑了500米远就被王源压制在地 7日晚上11时42分许 王喜仁带领警员张师伟 陈玉琳翁脚红在台南市学甲区巡逻时 拦查心机可疑的黑色字脚客车 车内有开车的梁南与其16岁成性小女友 没想到梁贤一见远景围了上来 不顾报义竟然丢下女友 下车沿路狂奔 王喜仁立即追赶 王源因平日酷爱跑步且经常参加马拉松赛 梁贤跑了约500公尺后就体力不济 跑步迎王喜仁被王源猛扑压制在地 梁贤被制服后 手里紧抓黑色包包不愿放手 原来包内装有分解的改造手枪 一支包含枪身滑套弹夹等 梁贤坦承持有工程手枪 向绰号阿易友人够来防身之用 警方将改造枪送鉴定具有杀伤力 今晚全案依涉嫌违反枪炮弹药刀借 管制条例移送台南地检署侦办 他在这个前头的黑色参加 中文字幕提供 我们下期见 都是黑色参加的 直接依赛